哈囉大家好 歡迎到YA Diary 在過去這一段期間呢 我們剛是搬了新家 那新家這個場域呢 我們規劃是 讓我的臥室 還有我跟我妹的工作室 要放在同一個空間裡面 那為了要區分出來 休息和工作的區域啊 所以我們就會需要 有一些像這樣子的置物櫃啊 還有我之前的那些推車啊 以及放主要帶的小抽屜 這種物件 來把它做出一個區隔 那剛好我們今天要來看到 是這個 也就是我夢想當中 我很希望我家裡面 一定要有的這一種 木製風格的置物架 那我們就一起來佈置它吧 這個格子的配置剛好擺四層 這樣子比較薄型的收納櫃 也是剛剛好的 頂多多了這一點點小空間而已 我覺得非常的滿意 這樣拉拖拉什麼的 好方便喔 如果你要在這邊 找出你自己喜歡用的指膠袋 就可以坐在這裡 享受自己的美好時光 所以靠近我床尾的這上面兩格 我都各自放了一個無印的 比較厚一點的抽屜 來墊高它的位置 那這邊呢 是放我比較常用的一些 保養品和化妝品 那這裡就是我可能在寫論文啊 或是想要休息的時候會看到的一些書 會先放在這邊 這裡面就是放一些我的 比較大的收藏品 那其實主要我會在這邊放兩層呢 也是想要說把這邊墊高一點點 讓它這邊空間可以再多更多運用 那再來看到這兩格呢 被我佔領啦 因為我的座位本身呢 沒有書櫃的規劃 所以我就使用了最靠近我作業的一格 把我個人還沒看完的一些美好的漫畫 還有小說們放在這兒 所以是不可以閱讀 那再來這邊呢 就是放一些我們的攝影器材 它有攝影機啊 還有腳架一些物品在這裡 好 再來看到我們右邊這三個比較大格的 那因為第一層啊 它是相對來講比較好拿取東西的 所以我是使用了無意良品的檔案盒 還有這個明信片的收集冊 以及IKEA的白色置物欄 還有伊德利的置物欄 來放一些紙材 像是我們之前有看過的一些紙邊啊 或者是說一些很好看的素材質 還有我過去做的一些在明信片上面拼貼 我都會放在這第一層 比較方便來取用 那像中間這一層呢 我同樣有使用到像上面這一層一樣的這種 IKEA的小籃子 來放的是這邊是我的一些印尼 還有我這個燙筋的用品 以及 嘿嘿 我這裡有 蜂蜡蜡燭系列的產品 都在這邊 以後我們可以來試試看 那這邊呢 我選的是和他們這一種半透明的抽屜不太一樣的 遮蔽性比較高的白色抽屜 來放一些 一樣是文具 通常是我寫過的TN本子 或是還沒有寫過的TN本子 以及一些目前比較少使用到的東西 那在這裡面啊 我一樣是會用這種小籃子 來把它做的區隔 如果我要拿的話會比較方便 這下面這一層啊 我就是使用像這樣子的收納箱 把我一些生活的或是文具的 又或者是一些什麼樣比較不太常用到的 背品跟雜物都會放在這裡處理 那像這個很明顯就是 它是一個生活背品 那這邊會有一些文具的背品 整體來說呢 我使用我的五印小櫃櫃 它可以有一個比較整潔 還有一致性的感覺 所以呢我會使用到比較同一個類型 或是同一個系列的一些收納工具來做為整理 那另外啊 我也會依照我的使用習慣 來把這一些抽屜、這一些櫃子、這一些盒子 做一些功能性的區別 但以我這個五印小櫃櫃來看的話 我使用到了 五印良品 IKEA 以及宜得利的還有 大創的收納盒 它們都有類似的半透明跟白色品牌 我覺得它收起來會特別的整齊好看 也希望可以提供給大家 在收納上一些小小的靈感 這邊是我的古針 那邊是我的古針 你覺得我需要吃我的書櫃嗎 在你的飯面 就是一個表達對它的熱愛這樣子 我不太懂你意思 我覺得我們就是對它保持一個禁儀就可以了 好 就是保健需要造成它的 它的負擔 它很負擔嗎 對 好啦不曉得各位覺得今天的新櫃收納怎麼樣呢 我們也會在之後進行YA的工作室開箱囉 來大家看一下 搬了家之後的YA工作區域會長什麼樣子 有任何問題都歡迎在頻道或IG留言給我們 好的 大家再見啦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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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到一個極章 也會在家裡